作词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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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帮你试试吧 五月二日 她人真的很好 我想我喜欢上她了 也许这就是上天对我的眷顾吧 乐乐 乐乐 快 车上喝 如果每天都能这样 哪该有多幸福啊 六月九日 刚刚赶完稿 好困啊 手机也没电了 明天再说吧 别跑 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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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了 老苏 你找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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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男人是谁 这是我的 我不知道你把除了经济以外 做的男人是谁 这是我的心理 这是我的心理 这谁 我最初以为 三次元的爱情也能和属于我的二次元少女漫画一样浪漫 我看现实给了我沉重的一击 我今天发现他偷偷用我的邮箱 给我的心理咨询师发暧昧邮件 爷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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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求求你开门了 不好 爷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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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真的错了 骆骆 我求求你了开门了 骆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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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骆骆骆 但是我不能证明 这支录音笔是他的 没法报警 我提出了分手 言洛你别离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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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言洛 离开离开我 我们去同工与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对不起 林老师 刚刚杂疼你了 对不起 林老师 刚刚杂疼你了 她为什么在跟踪我 谁让你先鬼鬼祟祟地跟踪我 幸好林老师提前制服了你 不然你是坏人怎么办 那你为什么来我姐家 难道你觉得是我把你姐藏起来了 难道不是吗 你偷来这儿 不就是为了给她拿换洗的衣服吗 小枫 你这什么脑子呀 你这断了光瓶脑补啊 如果你把我姐藏起来 就是为了跟我爸拆了你总统 那我能理解 毕竟我爸妈逼我姐逼得紧 但无论如何 我只是想确保我姐的平安 我跟你尿 我也在找你姐不幸地问她 你们俩什么关系 为什么她还保护你 什么我们两个什么关系啊 她如果是你男朋友的话 她也有包庇的嫌疑 听着你无穷的脑补 我们两个是有关系 她是你姐的心理咨询师 我是你姐最好的朋友 也对 叔叔 叫谁叔叔呢 哥哥 他配邮上了 行了 行了 懒得替你在这儿废话 我跟你说啊 我有正事要干 你干吗 别耽误我找你 行了 你手疯了 快点 快点 你别碰我姐东西 你别 你给我松手 你让不让开 我不让开 你让开 别动 不松手 不撒开 你让开 快撒手 来来来 过来过来过来 站好了 你打不开啊 怎么回事 都让她给我弃短短 你别碰我姐的坏啊 你 你 你乱碰她东西 过来过来过来 过来过来 站好 我问你 你姐最近 有没有什么反常的情况 反常 没有吧 别着急回答 好好想想 你姐最近有没有什么 新交的朋友 或者频繁联系的人啊 朋友 姐 慢点 来 给你带来吃的 礼物 看看吧 礼物 看看吧 我一朋友说 你们打篮球的男孩 都喜欢这个 太帅了 姐 谢谢姐 喜欢就好 我赶紧先说好 好开心啊 姐 你这个朋友 该不会是 男朋友 你小屁孩 脑子里天天都想什么呢 这些话 你别乱跟爸妈说啊 好 知道了 但是姐 以后 你别经常给我买东西了 我知道爸妈经常从 小龚 这些事不是你该担心的 等我一下 喂 你还得等我一会儿 我像我弟学校呢 你看清来电闲事了吗 都怪我 如果当时我多问一句的话 我姐兴许就不会失踪了 放心吧 我们会想办法把它引出来的 喂 你们这边网上带话 是什么价格啊 一副四宫格就三千 是不是太贵了呀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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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行 太贵了 这已经是全网最低的价格 但是 随时可以开工 编辑来电话了 编辑老师啊 您好 您好 您再耐心一下 我们最多一天 我们就会复更 更了 是啊 是啊 是更了 对对对 那就这样啊 再见 哦 对了 那 搞成不要忘了 准时打过来啊 好 谢谢 谢谢 好 再见 再见 还真更了 我原本还担心 粉丝会看出来是枪手画的呢 结果没有一个粉丝看出来 嗯 你是怎么做到的 你姐留下了后几集的 底稿半成品 我原来也学过画画 很了解她的画风 就在底稿的基础上 完成一下细节就可以了 厉害呀 利用漫画复更的形式 制造我姐回来的假象 她真的会出现吗 现在一切都是未知 但她一定是 跟你姐关系很密切的人 你姐的失踪 很有可能跟她有关系 那这个人 如果跟我姐有关系的话 会不会知道我们家地址 这样吧 我先回家 你们在这守着 我们分头行动 哎 林老师 我还没来得及问你 你怎么在这儿啊 当时我刚好在窗边 看到一个可疑的人 跟在你后面 怕你有事 也顾不了那么多了 就先跟过去 所以你是在关心我 我是在关心我的员工 那我也得谢谢你 来 尝尝 我不饿 谢谢 这可是我跟严陆 尝试了市面上 各种小火锅清点的第一名 那老师 我能问你个问题吗 说 严陆她是什么时候 去你那儿开始心理咨询的 作为一名心理 作为一名心理咨询师 按照行规 是不能透露来访者的隐私的 可是你也知道 我是为了找严陆 能不能在可以的范围内 稍微透露一点点 自从严陆失踪以后 其实我特别地自责 作为她最好的朋友 我居然都不知道她 她去做心理咨询 也不知道W的存在 她最难的时候 我一点都没有帮上她 大部分人在面对工作 或者生活上的压力时 或多或少 都会有情绪上的问题 他们来做心理咨询时 一般是不想告诉别人的 尤其是亲近的人 如果严陆 没有告诉过你W的存在 也没有告诉你 她来我这里做心理咨询 可能也恰恰是因为你 是她最亲近的人 不过我反倒觉得 你对她应该是有帮助的 真的吗 她能有 你这个像小太阳一样的闺蜜 也是一种幸运吧 我觉得你能给她带来乐观 和积极向上的态度 虽然你话有点多 但你这样的画牢 也能在生活中给她带来一些 别样的生活情趣 这次在夸我吧 我只是不想让你太自责 应该不是一点你能说的吧 比如说催眠真的那么有用吗 虽然我之前试过一策 但现在想起还是觉得 特别不可思议 催眠能打开机会在意识 和潜意识之间的那扇门 去探索更深层的欲望 创伤以及久远的记忆 只要来访者愿意和催眠师 进行配合 就可以不断地进行尝试和探索 问题本身不是关键 解决问题的方法 才是关键 感觉咱们俩的工作差不多嘛 都是别人的情感垃圾桶 把别人的负面情绪 转化成正能量 你的问题问完了 那我问你 你是怎么想到要成为情感博主的 这个 这个得从我大学的时候说起 大学的时候 一个偶然的机会 我进入了校广播站 参与主持了女生新式栏目 欢迎来到女生新式栏目 我是你们的萧萧 我马上要和她第一次约会了 但是我特别紧张 最近因为熬夜状态特别差 脸上还有痘痘 要不然我和她改天再去约会吧 第一次约会 难免内心忐忑 可如果你在这个时候打了退堂鼓 那对方就会认为 你是不是不喜欢她 再拒绝她 你只是长了一颗小小的痘痘 真正喜欢你的人是不会在意的 赶紧画上妆出发吧 我听说我男朋友还在追别的女生 我只是她的备胎 慢慢地在年轻女生的群体里 积累起了粉丝 我还能再问你一个问题吗 她家里电费签费了我忘交了 你去找绞飞单啊 闹着干吗 啊 你 你 你找找这桌子上的 你 你看看这儿有没有啊 我看一下 密码错误 请重新输入 密码错误 请重新输入 02 开锁 02 开锁 洛洛 莫洛 终于回来了 你干什么 站住 快睡 这个嫌疑人是什么时候来的 我们盛传的漫画嘛 过了一会儿他就来了 差不多过了有 过了有一小时十五分钟 他还戴了一顶鸭成帽 帽球帽 深蓝色 帽上没有明显标志 后面有镂空 那个人跑得特别快 而且他很高 一米九左右 他那衣服上好像还有一个图案 就是这样的一个信息 字母KC上面有一条横线 我之前查过了 稍等一下 应该是这个公司 没想到你们记得这么清晰 这些信息对我们找到嫌疑人帮助很大 我们马上安排对嫌疑人画像 好 到黄沙港镇的班车 还有十五分钟就有花车了 请乘坐本班车次的乘客 尽快安检乘车 查到了 他就是阎洛的前男友王苏 我们调查阎洛的通讯记录 发现他和阎洛联系频繁 所以找他调查过 根据他的说法 他们俩两周前就分手了 阎洛还拉黑了他 所以他也一直联系不上阎洛 但是我们调查到了 王苏刚刚买了票 要前往黄沙港镇 黄沙港镇 阎洛经常采风区的民宿就在那儿 阎洛很有可能是为了躲王苏 跑去那儿了 到黄沙港镇的班车每天有两班 分别是上午十一点和下午五点 我现在就安排就近的警力 前往绿腾汽车站 最近那一班 还有十分钟就要发车了 时间还来得及 好 好 好 你去吧 鹽恶鼠 萧萧 来 喝杯水 谢谢 进 您好 您好 请问你们做完笔录了吗 做完了 王苏的事我们已经了解清楚 之后会对他进行教育 及行政处罚 好 谢谢你啊 不客气 你们是怎么抓到他的 您好 看一下证件 你等一下 两张返程 给阎洛买的吧 希望你配合我们的工作 如果你知道阎洛的下落 请如实告诉我们 他的家人和朋友都很担心的 我看一下手机 我真的不知道他在我手机里安装了什么程序 只要我一开机他就能定位我 就像今天 我是抱有心存侥幸的心情 我就开机不到五秒 他就找到我了 我这段时间我谁都不敢联系 我就想着我来民宿躲一阵子 说不定等他冷静了 这事就好了 可你越这样躲他 他越会变满加厉 林老师 你刚才去哪儿了 我一直都没看到你 我去找王苏聊聊 林老师 你觉不觉得王苏的控制欲 已经到达了病态的程度 他是不是最好也要接受下心理疏导 当事人拒绝心理疏导的话 谁也没有办法逼他 不过 他刚才已经同意了 林老师 你帮我忙吧 我也知道我自己做的不对 我也不想伤害洛洛 可我根本就控制不住 我也不知道我自己救星怎么了 林老师 您帮帮我吧 好吗 林老师 接下来就靠你了 谢谢 经过专业的心理评估 你并没有心理疾病和精神障碍 可以接受心理咨询 门外响起的手机铃声 哪都这么敏感 你这几天应该没怎么休息好吧 要不这样 一会儿你先好好睡一觉 等你睡醒了我们再聊聊 好 手机铃声有很多种 但也许你对其中某种特别敏感 先做几个深呼吸 不好意思 手机蜡转了 铃声一直响吵醒你了吗 你给谁发信息了 编辑啊 他催我交稿 你骗人 每次别你催你高 你都愁眉苦脸的 你笑给谁看的 把手机给我 把手机给我 给我 你给我站出来 你给我回来 他去哪里了 找到他 你给我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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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葳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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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刷号码是多少 你为什么不敢联系这个人 你一定很想联系他吧 他是谁 老公 老公 这条裙子太贵了 我信用卡刷爆嘛 没事老婆 我给你打钱啊 别担心 老公 我闺蜜买的包包超好看 我也想要 好 给你买个更好的 老公 你晚上还回来吗 不行 我得加班赚钱 不然哪来的钱买包包啊 每天上班要挤地铁 身上都臭死 等我攒够了钱 一定给你买辆车 分手吧 我爱上别人了 你别离开我行不行 葳葳 你别离开我行不行 真的我们在一起这么长时间 别离开我行不行 葳葳 葳葳 你别离开我 葳葳 你接电话 葳葳 你接电话 葳葳 葳葳 你接电话 葳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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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葳葳是你前女友吧 如果你愿意 此时此刻葳葳就站在你面前 依然还穿着那条裙子 什么意思啊 你希望她跟你说些什么 对不起 对不起 其实你拥有自己都不曾意识到的内在力量 这些力量可以帮助你 跟自己的初恋告别 与和解 对不起 余老师 你说王苏在每段恋情里都这么控制于爆棚 就只是因为初恋你我的背叛吗 恋爱中会表现出 控制于强 顶多算是个性缺失的一种 而亲密关系中的不安全感 深层原因来自于内心的依恋问题 不像是其他情侣间 因为长期性格不合而导致的分手 初恋女友的背叛 对于王苏来说更多是突发性的 无欲照的 也就是说在接下去的恋情里 王苏会对所有不确定的事情 产生敌对的心理 草木皆兵 把对初恋女友的情节 转接给接下去的每一任 对他人的不信任 就是对自己的不信任 还有 还有什么 别忘了你的承诺 什么承诺啊 我想见念乐了 言乐他现在应该不想见你 你帮我跟他说一声 对不起 我不该把那些恨转嫁给他的 也谢谢你跟林老师帮我打开心结 我在催眠里跟他和解了 我也该释怀了 初恋的背叛对你来说是 难以接受的突发性的 而你的反应深层原因是来自内心的依恋问题 能在这个时候解开心结 还不算太晚 对不起 谢谢你们 感谢您提供王苏的心理咨询报告 他未触及法律底线 而且也举得了当事人的谅解 等他去派出所消一下案就没事了 好的 谢谢 王苏的事完了吧 走吧 没事吧 没事 你开车回去吧 我坐地铁 你现在还不能坐车吗 我是你多年的合伙人 还是你的师兄和朋友 那句话说得好啊 医者难自医 医者难自医 我知道 你现在的状态还挺让人担心的 对不起 信任不会自己生长 更不会成双 猜忌则是无孔不入的混蛋 真的特别好对不对 跟谁聊得这么开心 就是啊 你看 这是我的 这是我的 这是谁 如果当初我没有伤害你的话 你或许就不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 现在我回头看我做过的那些事 我其实真的很后悔 创伤之后你不相信的不是爱情本身 而是不再相信自己还能够遇见爱情 可我们都忘了 感情中的安全感 是从相信自己 相信对方开始的 我要第二款给男朋友 我这边需要买第二款 不知道能不能抢到 行 东西抢到了 太棒了 刚才差点被他发现了 吓死我了 我们曾经受过的伤害 都只是经历 而不应该成为枷锁 愿我们都是爱情里的勇者 无论经历了什么 都仍有爱人与被爱的勇气 你 你是当风的外影 暖过我 颠沸和流离 永远清醒 我帮你看看 不褪色的回忆 不再眼睛在心底 有些心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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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做真实 我所有偏致 只有你是要事 那贵的灵害 把人都处理掉 夏淼既然那么喜欢那些东西 要么就先别扔了吧 你女儿 毕了夜不出去工作 整天就知道她是家 刷这个男人 这 这真心就在脑子都进水了 她平时就得有照片了 我现在不是女孩子的 我今天跟她在一起 我就不是女孩子了 老 老江你听听 这是女儿 你宠出来的女儿 这 这被人疯了 疯了 我没有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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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没有疯 我没有疯 夏淼 进 早啊 李老师 我是来给你送礼的 之前你帮了言论那么大的忙 我都没来得及好好谢谢你 礼物 什么礼物 我挑了好久才挑到的 传说这是一枚 和卢斯之眼 凝视他的人将失去意识 顿路沉睡 天哪 真这么好用 你叫什么名字 你的 你是 你的职业是 限里自询是 你是不是重堂爱好者 是 萧贝贝是不是 你见过最美丽 最可爱 最聪明 最性感的女生 萧贝贝 是的 所以是不是 对 所以你什么时候辞职 林生 你骗我 你之前不也骗过我 我这次骗回你 两清了 赫鲁鲁死之夜 你不是想要开除我吗 如果你帮我找到这个W 我就主动辞职 别忘了你的承诺 你不是想要开除我吗 这下如你所愿了 其实如果没有言论 咱们俩根本就不会有交集 那么江湖再见 林老师 哪儿来的一路子 我找到这个 你不是想要去那里 它是一路子 进 林老师 预约的来访者马上就到了 好 左岩 帮我把办公室里的这些花花草草 都处理掉 这不是萧萧养的吗 养得多好啊 处理掉太可惜了 处理掉 好 师傅 我就在这边的路口等您 好 这么好的多肉就不要了 你也让人扫地出门了 这条线路的修建备受人们的关注 绿藤市目前正在运行的地铁线路 只有两条 但绿藤市的人口 在2017年就已经达到了四百多万 仅凭现有的两条地铁 将难以支撑人们日常的便捷出行 而地铁三号线的修建 将会使沿县地区六十万人的出行 得到改善 三号线都要开通了 地铁三号线的建设历时五年 终于迎来了通车的消息 终于迎来了通车的三号线 终于迎来了通车的幸福 Gora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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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林深! 敲门! 林老师! 林老师! 什么事? 我看天气挺好的,我来给多肉晒晒太阳! 不然在你这屋都憋死了。 办公室为什么要养这么多肉啊 好养活呀 还可爱 你看 肉嘟嘟的 还能净化空气 关键是 还便宜 你怎么连养植物都这么爱走捷径呢 走捷径 你把那盘递给我一下 那盘 谢谢 就像你用你那点微表情的知识 去综艺节目给别人做情感嘉宾 我告诉你啊 心理学可不是养植物 人的内心是一座神秘花园 怎么能用微表情来判断这座花园住的是什么主人呢 好的 好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早啊 林老师 你找我有事吗 有事 把昨天郑小姐的案子 找出来给我看一下 尽快啊 这案子不就在旁边放着吗 看看最新的恋爱的心跳 首先呢我们要欢迎两位 再次回到我们恋爱的心跳的节目 老实说有些朋友 也是非常看衰两位的感情结果 但今天呢 有点惊爆我们的眼球 两位再次指手回到我们的节目 所以想问一下 就是为什么最后 会做出这样的决定说 我要继续跟他在一起呢 我觉得还是一种习惯吧 就是已经习惯了 两个人在一起生活这么多年了 然后感情基础也在 分开的那段时间 其实我们俩都挺煎熬的 所以后来他来找我了 那我们想说再努力看看 试试能不能有一个好的结果 欢迎回来现场和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 大家好 各位现在正在观看的是恋爱的心跳 我是各位的老朋友清澈 刚刚大家看完了上面的这段采访视频 我想对于这里面的两位主人公 大家应该都非常熟悉了吧 那在上一期节目当中呢 我们的嘉宾萧贝贝是再次猜中了结果 但很可惜的是 他现在已经退出我们节目了 甚至连我们专业的心理咨询师林申先生 都猜测他们这对情侣 在当时已经分手了 那看来有时候这个心理专家 也参不透爱情这门课呀 那关于这对情侣 他们未来的情感走向 到底能不能修成正果 得问一下我 林老师 早啊 林老师 你的咖啡 林老师 林老师 放这儿吧 林老师 你的咖啡 放这儿吧 嗯 林老师 你没事吧 没事 嗯 坞砰 林老师 鼓劲 林老师 但是 怎么Surin 他的他们也感动了 任务复吗 艾莉老师 我听严姐说 你不太想要我那个多肉 那刚好我今天去拿一趟吧 我还是把我的多肉拿走 你看行吗 这个铃神 居然把我微信删了 小家又送错咖啡了 这么甜的咖啡 只有你能喝 我问你啊 那个删掉了微信 怎么才能悄无声息地加回来 你直接加回来不就行了吗 悄无声息 你为什么会把别人微信删掉呢 我 我逛朋友圈以为是微商 我问你呢 有没有办法呀 有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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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问你 那你什么时候 你去吧 你去吧 我去吧 你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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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太愉快吗 是不太愉快 不过是他不太愉快 不是我不太愉快 我可高兴着呢 就这么确定了啊 等会儿我去接你 你的画伤 书官很大 书干瘦小 看样子 王苏对你的影响 还没有彻底消除 我最近睡觉 还是不敢关灯 不过 你的画上 虽然有枯叶落下 但也有嫩叶心声 你似乎找到了 新的突破口 李老师 我准备搬家了 今天呢 也是我最后一次 来做心理辅导 真的非常感谢 你最近对我的帮助 我希望自己 能换个环境 说不定有新的心情 虽然我不建议你 现在就结束心理咨询 但是我尊重你的选择 一会儿萧萧就来接我 她陪我去找房子 找到以后 我就立马搬家 你们好呀 萧萧 你怎么来了 萧萧 好 我是来接严落的 顺便来拿走我的多肉 谢谢你 严姐 某人让你把我的多肉 处理掉 你还特意帮我留下来 举手之劳嘛 我找个盒子 给你装一下 你好拿 好 你的多肉 好 谢谢 严姐 来 这个 我看到了你的频道 还有作者的亲密签名 谢谢你 不用客气 严姐 怎么少了一盘新美人 今天早上我看到林老师 拿回她的办公室了 要是后面你有什么想聊的 可以随时和我联系 好 那就我们 林老师 要是你真的那么喜欢那盘新美人 就当是我送你的吧 二位今天中午没有时间吗 要不我请你们吃个饭吧 上次还没有好好感谢林老师呢 我 我中午 他中午有事 是不会跟我们一起吃饭的 早知道东问得这么有意思 我就不辞职了 你竟然穿得这么好看 就为了个益他呢 对 你看看他干的好事 买卖不成仁义仔 山人微信这是勾骨带 严重程度不雅于断发绝经 断发 你们俩要不是成夫妻 严姐 那我就先走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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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了 你这鞋 你给我吧 你慢点啊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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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珊珊 你把门打开啊 你这样要把自己关到什么时候啊 珊珊 开门 珊珊 你能见见我吗 你能跟我回去见人家回去 珊珊 你怎么又来了 别闹了 珊珊 我最后重申一遍 别闹了 珊珊 我最后重申一遍 我们没有交往过 你只是我后院会的劳分而已 不 我不 我是这样的 珊珊 你知道我不是这样子的 珊珊 我们 你不能这样子对我 珊珊 你不能这样子对我啊 珊珊 够了 珊珊 你不说什么 珊珊 你听我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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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珊珊 你跟我回去见人家 我爸爸吧 珊珊 珊珊 珊 喂 林老师啊 我想跟你预约明天上午的时间 你看可以吗 如果您怀疑女儿有妄想的症状 建议您带她去预约精神科 进行专业的心理治疗 如果明天可以先来我们这儿 做一次心理咨询和苹果 你怎么还在吹这个八卦啊 我本来想蹭个热点写个推文的 谁知道网上除了骂人就是对骂 连个靠谱的课代表都没有 粉丝跟偶像的情感连接 真是挺奇妙的 你说偶像的魅力真的能那么大吗 能让粉丝一时错乱到以为自己 在跟偶像谈恋爱 我本来想蹭个热点写个推文的 这事要不要问问林老师 这方面她比较有研究啊 那我还不如问问邵宁呢 邵老板可比某人亲切多了 田小姐 不好意思啊 路上有点堵 没关系 这女朋友 对 那我们先上楼看一下吧 好 走 这个星期第三回 对不起 少老板 那个 我有点事来晚了 你 你等我一下啊 给我两分钟 我稍微休整一下 一分钟 把扇就要过去了 我很快 我就补个妆 你这全都是黑眼圈啊 昨天晚上去打猎了 追了一晚上热点 就那个 到底是流量小声Z夜会粉丝 还是粉丝自导自演 这个事确实挺活的 我也看见了 那个Z就是我的墙头朱然 网上竟然有视频 说她约会她的粉丝331 这331呢我们特别熟 在我们饭圈呢 她是个老人了 原名叫张珊珊 周然的后援会就是她建立的 后来听说她因为骚扰周然 被经纪人赶出后援会了 这就是一个私生犯 我觉得她就是自导自演的 网上这些人竟然说是真的 实在是太无聊了 不过这个事情 还有另外一种可能 什么可能 就是这个粉丝 她叫什么妖 331 就是这个妖 在她的精神世界里 应该一直觉得 在跟自己的偶像谈恋爱 谈到最后 她自己已经分不清虚实了 你说的是妄想症 答对了 把你那里面的漫画书借我看看 你迟到的事情我就不算了 那不行 不接 那我就只能扣奖金了 扣 左岩 林老师 帮我把这个来访者 安排到明天上午的十点到十一点 好 谢谢 张珊珊 应该是重点 对了 再帮我整理一份网上 关于张珊珊和周然的新闻资料 给到我 好的 谢谢 谢什么 没什么 小区的环境啊非常不错的 你们看面朝大海 嗯 每天早晨起来呢 第一眼看到海 你们的心情也会好的 是 我们小区的配套设施呀 也非常齐全 我们再到里面去看看 嗯 我看 我觉得这房子怎么样啊 我觉得挺好的 但是超预算了 要我说你就跟我一起住得了 还租什么房子呀 不行 就我那一书 图画就震了一半屋子了 而且我作戏时间不规律 肯定影响你 喂 请问是萧贝贝吗 是我 您 您是 您好 您好 我是周安的经纪人方林 哦 您好 您好 哦 好的 嗯嗯 好的好的 那明天吧 看您 对 地点 时间 您定 好好好啊 明天见 明天见 热情新闻当时 终于一个狗号 当时 热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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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老师 这是张小姐刚刚做的心理测试题 谢谢 嗯 麻烦您跟我去外面等 好 好 你好啊 珊珊 我今天是自愿来的 我知道我有病 所以你不用跟我浪费时间了 我以后会好好听我爸妈的话 好好工作 再也不会去找周安了 我听说 你在不开心的时候 喜欢把自己 关在一个 密不透光的房间里 据我所知 你之前一直否认自己有妄想症 还说自己 真的和周安交往了 为什么现在突然改口了 听你父亲说 你之前一直想学音乐 后来因为母亲的关系 才改学了工商管理 你看这样好不好 你有没有自己想听的音乐 这样可以让自己舒缓下来 放松下来 然后我们再进行催眠 怎么样 只要我爸妈满意 我做什么都愿意 你的笔 谢谢啊 谢谢啊 你也喜欢听歌的宝贝奏曲 对 我在心情烦躁的时候 就喜欢听一些轻音乐 来调整自己 对了 还有一首我也非常喜欢 叫做柏兰登堡 柏兰登堡协奏第二乐章 没想到你对古典音乐 这么有研究啊 不学音乐真是可惜了 我能大胆地猜测一下吗 你最初喜欢上周然 也是因为她不同于 其他快餐式的偶像 有着自己对音乐独特的见解 是吗 华兰 晨晨 你放心 我们今天的对话内容 不会对任何人说起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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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请坐 录个音 方便之后整理文档 不介意吧 没事 那咱们开始吧 我能问问你 当初你是怎么认识周然的吗 大概一年前 周然签了经纪公司 公司安排他去选秀 我就在那个时候 进入了他的经纪公司 做实习 兄弟 你过来帮他一下 是吗 黑白交错 零零三三 短短续续再苦再心不离不弃 跌跌撞撞却毫无惊奇 万千思绪 我还看了 走 没头 你知道吗 她在弹钢琴的时候 简直在发光 她签经纪公司的目的 是为了做音乐 可是大家都知道 做音乐现在根本不赚钱 经纪公司想让她 转型当演员 但她还是坚持走音乐 这条道路 经纪公司就觉得 她不听话 不配合 跟助理都不给她赔 出于某种原因 我刚签公司的时候 资源比较绿 在我最艰难的时候 她成了我第一个铁粉 也是她帮我建立起了 整个会员会 所以我格外珍惜她 然后我就召集了 所有的好朋友 买票去她的演唱会 发到我的朋友圈里 让更多的朋友 关注到了周朗 我就这样目送她 一步一步地 走到了出道尾上 这个阶段 你们还是粉丝 和偶像之间的关系 那你们清楚 是从什么时候开始 她误解了这段关系吗 大概是 我请我后援会的 元老粉们 看我出道后出演的 第一部电影 非常开心 大家来参加 周然的粉丝见面会 有请周然 虽然那是部小成本电影 我演的也只是一个配角 但我们都很重视 经纪公司特意为我包场 请我粉丝会员会的元老们 去看电影 就在合影环节的时候 她差点摔倒 我第一时间就放开了手 但在那之后 她整个人对我好像有了些误会 连看我的眼神也产生了变化 你还记得当时赛场 一共有多少个人吗 大概是有四十来人吧 不过我也没有仔细数过 四十多个人 场面应该挺混乱的 你确定你是在第一时间 就把手放开了吗 她其实只是怕我摔倒 是我误会了 你确定 在那之后她很快就放手了 当然 确定 然后呢 然后呢 还有 珊珊 请你充分信任我 慢慢调整自己的呼吸 深呼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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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你现在 慢慢地 慢慢地 闭上眼睛 让自己放松下来 让自己放松下来 想象你又回到了那一天 你站在舞台上 灯光很亮 三二一 鞋子 下来 不 三二 三 三 三 二 二 三 二 三 一 三 三 四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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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